大家都會對王子有一種既定印象 就是說好像很溫柔 但是有所有的愛情都不一定是 美好解決 或者是像你想像的那樣 那他今天就是飾演一個就是 剛好你開歪 嘟到這種 渣欄 哈哈哈哈 這麼傷了 真的假的 想看妳看 我在淋下來喔 這很不爭耶 前進去用 不是第二口 太宣誠的感性 碰差了 看我男女主角 看我們漂亮的帥子 蛤 啊 可以試騙他 對 太陽明 我們可不可以真的是 拿來拆戲就真的拍戲 我們現在在等候女人叫 他在補妝 補妝 一分鐘 他還需要補嗎 他有畫嗎 哈哈哈哈哈 這件衣服真的很熱 會像一下虛虛嗎 我剛剛摸到你 欸 有個大 可以 他 他大 是 先回家 60分鐘 對 會不會他等一下一進來變成男團好強 就哇 眼淚眼 現 狂 他是不是最高的 他沒有 他沒有 不一樣 沒有什麼不一樣啊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先囉 今天呢 我是一個看起來人好像很犀利 有點狠心邪惡的 烏蘇拉姐姐 但其實 我是個大好人來的 因為我用了一種非常溫柔而堅定的語氣 勸說你 別再留下 我就是 遊上岸的美人魚 然後來尋找真愛 沒有想到弄得一身傷 基本上你們的生活中 你所有的東西都經過 他的控制欲的神殖 對 今天先走 你就鬧鬧鬧 然後你就轉動 我被設定一個 那個 我會說他小美人魚啊 你怎麼會去 不是王子喔 對你就是那個王子啊 對 大家都會對王子有一種既定印象嘛 就說好像很溫柔啊 但是由所有的愛情都不一定是 美好解決 或者是像你想像的那樣 那他今天就是飾演一個就是 剛好你開壞 嘟到這種 渣男 哈哈哈哈 我都送上了 像反誇 我再淋下來喔 真的很不爭欸 不爭欸 簡進去用 你一定要跑 來 先好耶 來選 神氣沒抓過 這是第一次抓 居然為了一個家暴男 要殺到我們 我怕你日本放酒了 對 抛他啊 抛他 反正啊 對 我給他拿 給他看 烏蘇拉 最可怕烏蘇拉 有時候有些人 我們旁邊的人看很清楚 但是他們當局是而已 自己看不懂自己的感情狀況 已經出了問題 然後而不肯離開 所以我就用一個希望 我所看到的事實 而是你沒有看清楚的東西 一旦我告訴你 這樣子 他說他在海底 對小美人也很好 我還記得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烏蘇拉就是 在我的對面 邊化妝邊清唱一首歌 然後其實聽著聽著 是會感動的 他只有清唱 沒有任何的音樂 然後在大清早五點的時候 他也是 會不會是因為你還是很想睡覺 不是 真的很感人 所以我覺得 主要是因為Ella的聲音 很有帶入感 一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的畫面噴噴噴噴噴 就出來了 嗯 我其實沒有主動約他們兩個 是導演提出了這個MV的女主角 可以找金花來演 他們去詢目了以後金花竟然答應了 然後結果呢我先生呢他就也非常厚臉皮的想說 欸那既然金花答應了 會不會楊佑寧剛剛也有空呢 欸 就疑問一下 欸 他還真的有空耶 發現其實我們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好 每天也就是都在家裡面 隱隱無帶勁 對對對 好聽 我覺得你喜歡 你們去 去去去去去去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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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沒有聽過那個是媽媽唱歌嗎 那個是媽媽唱歌 超難聽 你應該有聽過嗎 OK 接下來 不要喔 今天是3月14號 是非常浪漫的白色情人節 對 所以Ella有準備 輸浪漫的話有準備 是的喔 這是殺青的意思嗎 好 今天呢非常感謝他們兩個來 為我拍攝 別再留下這支 音樂錄影帶 這樣子 對有點老 對 好有聲音 現在誰在這樣錄影帶啊 現在有 對啊 還是我們真的就是發行 真的有發行出一個音樂錄影帶 還附身一個那個 車子的那個倒帶的美容 你換個地方嗎 你換個地方嗎 我知道跑車的音樂 學會傷心